原來這就是剛剛雞排妹說她上節目的時候 雞排妹說她上節目的時候 她說她會上節目 對 因為我問她說 她之前有來上我們一期的節目 像一期嘴一播啊 然後我問她說 那妳上節目有什麼心得 她跟我說 其實好像大家的焦點都不在我身上 大家的焦點都在妳身上 我剛剛來的時候 各位記得朋友 因為看都是老面孔 以前我就站在那邊 就是因為我是記者 那現在在這邊 大家訪問感覺有點不太習慣 我剛剛在裡面休息室的時候 因為大家看到裡面 我今天看到雞排 就跟大家講說 還好現在大家 現在攝影大哥就用記憶卡 大哥你現在用記憶卡嗎 如果是在早年用底片的時代的話 雞排第一個出來 我們後面四個來賓也不用了 我們就可以走 因為底片就排完了 底片就完了 對 雞排今天就很有誠意 穿得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我一開始要來的時候 Windy姐也知道我來的時候 我想說 是意氣有人要聽 維漢掌實施政治嗎 我也是有點怕怕的 後來發現說 反應還不錯 那幾次的這個 直播過程 就用比較輕鬆 或是大年輕人 比較聽得懂的方式去談政治 那像前兩天 就在我們旁邊的小房間 找那個學姐黃靖穎來 他也就 我們那天其實也沒看什麼政治 他單身的事情就被我問出來了 所以呢 二十年的採訪經驗也不是假的 我們在談的過程當中 要把你所想知道的政治人物 他的秘辛啊 他在家裡跟老婆 是不是其實已經吵架三天了 都用聊天的過程 把他問出來 尾漢一起透 一七則一波 看一七就對了 哇 我真的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覺得剛剛聽完尾漢講了之後 我都好想要去 但其實我最想問的是 因為在透過直播 其實和我們的一般傳統電視媒體 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 因為直播你可以直接看到 網友的留言互動啊 有沒有網友在你的直播的時候 對你告白的 我一開始直播的時候 我有點手忙腳亂 因為我是一個直播菜鳥 不過我很願意接受新的傳遞的模式 大家在想 二十年前我剛進新聞圈的時候 我們就是 那時候剛開始有第四台 那再往前是老三台 所以傳播模式在改變 那現在每一個人 手上都有一支手機 這個 device 它就可以幫你帶上全世界 也讓你能夠接觸全世界 也讓全世界能接觸你 那我常 我自己有廣播節目 然後也會常常上 各大電視台的政論節目 那我在講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講 要讓攝影機拍我 大家回去以後看 可是一七直播 它最大的特性在於 是 它即時 而且它雙向 它可以互動 然後有feedback 我今天講什麼 我才講完而已 大家給我帶一個帽子什麼的啊 給我送一個火箭什麼的 欸我知道這個網友 對我是有認同感 他留言 我可以立刻回答他 這是 所有在其他的節目當中 所不能做到的 是連廣播都不行 因為廣播接扣意 就是那個人的反應 可是其他留言的反應 這一七直播 它可以帶給我 雙向的互動 也讓所有 參與一七的網友 跟一七寶寶們 你們不是只有 在看一個節目 其實你們是 每一位一七寶寶都跟我 一起在進行這個節目 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 一個互動方式 那不只是我 我會帶來 那麼大家想知道的 包含明年的 每一位的總統參選人 我都會盡可能把他 邀到維漢一七透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你想問他的問題呢 跟我說 我都會幫大家問到 所以其實透過 就是直播的方式 除了我們本身 自己主持人 設定好的內容之外 網友的留言 其實會引導 整個節目的內容走向 對 因為他們參與這個節目了 他們不是只有看而已 對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的話呢 都可以在維漢一七 一起和大家分享 維漢一七透 每個禮拜五張十一連 要記得鎖定喔 好 所以讓我們現場所有的 收看的直播朋友 知道 那麼多的時間裡面 有沒有發生什麼 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 其實我在做 一七直播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一七直播第一個 它的量體最大 我們有四千萬對不對 對 我們有四千萬 所以當你量體很大的時候 你就覺得 你不是在 廁所裡面 比如有人洗澡 就會唱歌 你就自己看給自己聽 而不是你面對 所有的觀眾 所以這個過程喔 基本上我覺得 比較可愛的是就是說 網友們 他到處 在不同的平台轉來轉去 可是其實 他們都是真的 比如常常講說網路上 很多假帳號 我在一起看到都是真帳號 因為這些人 是很直接跟你互動 私下也會再寫一些訊息給你 然後跟你講他的看法 那我覺得這種互動 比起以往 早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聽廣播電台 寫了明信片 那可能還要記好幾天 現在是直接就可以找你 節目當中 告訴你他的看法 節目過後呢 留言讓你知道他的想法 雙箱互動我覺得是 這個平台跟這個模式 他最強而且最棒的地方 好 謝謝韋翰給我們帶來 這麼精采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來先雙座休息 接下來了我們 我們最後要邀請到的嘉賓